大家好,我是乃姬爹 不知道大家打了十大腰王的水麒麟了沒 有聽蠻多朋友說水麒麟好像有點難度 然後需要一點技巧才能打 那聽說寵物都要換上法工蟲 那因為我們這邊都沒有法工蟲 就是我的金蘭隊友大概全部都是物工蟲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決定用物工蟲來挑戰水麒麟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水麒麟的說明裡面 他的激素回合會在前面前排補滿五把神劍 那神劍都會放弱雷其實還蠻痛的 但是神劍是巨法 所以我這邊就想了一下之後帶了兩個青雲 就是我本身也是青雲再加上我的金蘭隊友 一個青雲,兩個青雲進去互相搭配 其實打起來還蠻順的 我們來看一下 在打水麒麟有幾個重點 就是兩個青雲要互相搭配 在激素回合的時候放七星 那第一個回合的時候就是 彼此神劍都落在那個 五把劍上 就是五把的神劍上面 前排著五把神劍 那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一個青雲 一個青雲放 劍影蒼龍 在第三回合的時候 也就是 水麒麟放神劍的時候 同時把 神劍全部烘掉 我們的陣型是 一個天鷹 一個荷歡 然後一個長生 兩個青雲 那因為我們的戰力不太夠 所以我們會用 長生來抓 對方的怪 就是用長生的心神不靈 來抓對方的怪來 輔助攻擊兼封印 好 那有一個青雲已經放了 劍影蒼龍 比較要注意的就是 第三回合 第五回合 跟第七回合 兩個青雲要互相 輪流放七星 前排的五把刀其實七星兩下 七星兩下就可以紅掉了 所以在第二回合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青雲放 靜影蒼龍 第三回合的時候 就可以把前排的五把刀都烘掉 第三回合的時候 就可以把前排的五把刀都烘掉 那另外一個青雲 在第四回合的時候 一樣放蒼龍 靜影蒼龍 等第五回合的時候 再放七星 這裡可以看到在第四回合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那第五回合 水麒麟BOSS又把五把刀全部都叫出來了 那這裡這裡一樣 握七星下去把刀子全部都燒掉 可以看到我們的寵物全部都是故宮的 然後還有一隻輔助蟲 輔助蟲 輔助蟲沒什麼輸出戰力 輔助蟲沒什麼輸出戰力 所以嚴格來講的話 我們只有四隻物攻蟲 只要輪流搭配放七星的話 七星碎雨其實就還蠻輕鬆的 那第一隻青雲在第三回合放過七星 所以他第七回合的時候 一樣可以再放一次七星 因為七星的冷卻時間是四回合 所以足夠他放 在第六回合的時候沒有把BOSS吃下來 所以我們在第七回合的時候 一樣再把刀子全部少掉 BOSS血還蠻厚的 他有三萬四的血 其實可以看到兩個青雲 然後全部的物攻蟲 打起來也是蠻輕鬆的 就是不一定要帶上法攻蟲 不一定要帶上法術群攻的寵物 那希望大家攻略順利 謝謝大家